黑海的粮食运捕 这个星期俄罗斯恢复了黑海粮食封锁 一连三天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再进行猛烈的攻击 目前死伤人数超过20人 基辅指控莫斯科刻意锁定他们粮食出口的基础建设 美国白宫警告 俄罗斯的攻击可能会扩大到黑海其他民用船只 而且6月24号就不见的俄罗斯拥兵首脑普里格金 周三似乎第一次现身 他仍在白俄罗斯欢迎瓦格纳战士到白俄 也再次批评俄罗斯国防部在前线的表现可耻 他表明拥兵们战时不再参与乌克兰战争 而他们要准备前往非洲 这段灰蒙蒙难以辨识的影像 是俄罗斯拥兵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金 在叛乱25天后 首次在白俄罗斯与他的战士们活着出现在大众眼前 这段转发在瓦格纳社群的影片中 普里格金欢迎旗下傭兵来到白俄 也收下来自瓦格纳俄罗斯南部营地的黑旗 并告诉战士们战时不会再参与乌克兰战争 下令他们训练白俄军队 同时为非洲集结力量 瓦格纳指挥官说 欢迎来到地狱 俄罗斯拥兵驻扎北约盟国东侧 恐怕真的是西方最不想看到的噩梦 不少社群账号都PO出瓦格纳车队浩浩荡荡前往白俄罗斯 CN分析星球实验室和空中巴士卫星图像 指车队已经抵达白俄首都明斯克东南边的废弃基地 观察组织说 至少170辆车已入境白俄 估计目前约2500名佣兵在白俄 而英国情报头子 同城军情六处的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 也首度证实 瓦格纳首脑的确健在 甚至可以自由行动在附近形况 摩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多弱 被迫接受白俄羞辱性协议才能终结兵变感到震惊 之后普京一度消失 然后在盛大献身 用兵首脑也成了叛国贼 这一系列翻转让英国情报头子坦诚 连他都难以解读 他也借机向不满的俄国人喊话 欢迎他们与英国情报单位分享秘密 尽管特里姆林宫内 南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周三晚间发射19枚飞弹和19架无人机 乌军拦截其中5枚飞弹和13架无人机 造成至少21人受伤 多栋住宅损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痛斥俄军锁定黑海港口轰炸 表示在奥德萨港被毁的6万顿古物 原本是要欲抹中国 强调乌克兰人不是唯一 受俄国侵略影响的 白宫则警告 俄罗斯对乌克兰古物设施的攻击 可能扩大到对黑海的民用船只 俄罗斯宣布 所有在黑海水域 开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 都将被视为可能的军用货船 根据美国官员掌握的讯息 俄军已经在乌克兰港口附近 埋了更多水雷 而就在克里米亚大桥传出爆炸两天后 克里米亚半岛一处军事训练场发生大火 超过两千人被迫撤离 附近高速公路也关闭 但起火原因不明 请新闻众和报道